网传崔永元最新文章,我的思考与不安。 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疫情,都被这些流氓当成喜事。 他们赫州相庆,他们登上了国外的报纸和电视。 我的祖国怎么这么多成群接队的流氓? 我不同意他们是爱国者,因为他们没有人性牲畜不如。 我倒愿意把他们归到正能量。 近几年,在网络上他们就是以正能量的身份出现,成群接队,打击一己,围攻谩骂,造谣声势,乌言慧语,为所欲畏,恐怖的事,有关部门表现得很暧昧,甚至很受用。 动用公款让他们组团出动,或到地方或到国外,代表中国网络的主流势力。 所到之处,吴不设宴欢迎。 肘子,家头,燃香,张教授,都是代表团常务团员。 每到一地,酒肉似厚。 当地主要官员满脸堆笑前后照应介绍情况汇报工作,并奉上土特产。 只为了他们能在微博上发几条表扬信息。 当地官员也现过些市面,点头哈腰,只因为知道他们是代表政府的一个机构来的。 我生在天津胡同,常在北京胡同。 胡同里,有个把小混混小流氓试询尝试。 胡同都有胡同文明和胡同自信,不认可混混来代表。 看到他们上房接瓦,吼一声是必须的。 街匹四人帮时受到一次惊吓,一个上海小别三,差点就当上国家副主席。 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是有点讲究的,有一年,他们把封面人物给了网民。 这个信号很明显,网络时代网民不仅代表自己,也可以代表一个群体,一个民族的德性。 再说严重一点,代表国家形象也不是没有可能。 油管上有个网红名叫李子柒。 姑娘面容交好,还会打扮,最主要的是勤劳质朴。 一年四季,会把田野上的果呀花呀草呀叶呀什么的,变成餐桌上的佳肴,和奶奶一起分享。 李子柒受过苦也愿意干农活,她粗糙的手,美丽的脸,加上起早贪黑辛苦劳作的样子。 让七千万海内外网友如醉如痴。 外国人说,喜欢中国的田园生活,原因就是看了李子柒的视频。 我是学传播的,我觉得一个李子柒传播中国文化的能力,不知大过那些大把撒钱的外宣部门多少倍,不知道谁该反省谁该惭愧。 换个角度看,这些正能量在网上也被误解为国家形象。 有时候我想,假如一个英国记者提问,为什么我们首相订了中国有四十四万国民点赞? 该怎么回答? 我都替华春莹着急。 为什么所有国家因疫情中招中国网友都兴奋,耿爽皱住眉头,怎么答? 刚刚,赵立坚对外国记者说,我们莫说过让别国抄作业。 其实,网上正能量一天说多少遍? 他们还热衷于动武,热衷于开战,以全世界为敌。 其实,多放过机挂鞭炮的人都知道战争的恐怖。 全世界的正义人士全力以赴,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避免战争的和解方式。 唯独中国正能量对世界大战充满渴望不知道。 请问有关部门,你们希望中国的形象在世界舞台上是这个样子? 到网上看看,义和团越来越多。 常给政府提议线的人都被一箭封喉,越来越多的爱国人士被剥夺了发言权,还能发出微弱声音的,帖子一发就末,好像有人24小时蹲守一样。 假如这真能代表国家形象,我不相信我们的人民政府愿意言论环境如此。 毛主席曾经说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这样描述那个美好的景象,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对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让人说两句真话,天就塌下来了。 这两天,我脑海中,老是浮现住两张面孔,一张是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先生的沉重,无奈却要保持冷静的面孔。 他自真俱拙,有理有利有洁定,尽可能准确地表达中国政府的确切态度,即中美两国联手抗议,共克时间。 即便是面对一些故意刁难的问题,他也表现出一位职业外交官的涵养和从容,有问必达以礼服人。 另一张面孔属于一个叫胡锡进的人,奸诈骄杂住无耻。 四下里,我们愿意叫他胡叼盘,因为不管出台什么政策,他都会找到一个让你百思不得其解的角度去阐释,这根本不科学,这是个纯技术体力活儿。 这张面孔恶心到我是,他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被问道,国内网友不能翻墙。 你是怎么做到的? 胡叼盘说,我和我的同事都有办法,你要知道,国内网民每个人想上外网,都会有自己的办法,代意如此。 这屌尾的回答加上满脸的名校,贤脆就是对中国宣称依法治国的侮辱。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被他用到了极致,言而无信成了他做人做事的绝招,他在五千年文化中不断逃使住垃圾。 随着传统媒体的衰落,网络媒体越来越成为展示国民性的窗口。 而这些正能量正在不断刷新触碰底线,料理全世界的三观,让崛起的中国陷入尴尬。 有关部门出于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的考量,也不能袖手旁观任其发展。 1900年,因为有了义和团的狐作飞味,大清王朝成了世界的公敌,阴陷不远。 那一个庚子年义和团是正能量,这一个庚子年正能量是义和团。 因着游戏中的可爱动物造型,充满创意的形式,以及高度开放的平台,动物之森在上月推出后受到玩家的热捧。 然而,时日却传出游戏在中国电商平台被全面下架的消息。 品双网络平台发文贴出疑似淘宝商家的群聊截图显示, 凌晨三点,所有动物之森系列产品下架,主机包包卡带,并表示事源源于有人在动物之森里面恶搞领导人。 中国知名游戏网红老刀九九在微博正视了相关消息,提到, 因为电子出版物在电商平台销售本来就是违规的, 国家相关部门和电商平台也是睁一眼闭一眼, 但是一旦越界触及红线,很可能就会给你来个一刀切。 关注事件的游戏玩家Steven告诉我本台记者, 动物之森被架架,与其极高的自由度有关。 因为动物之森里面是允许玩家自己设计一些图案, 或者是交一些其他图案汇入到游戏里面,并且展示给别人看。 那这样的话呢,玩家当然是各处其谋的。 那其实在一般外国这种游戏里面,这种是见怪不怪的吧, 司空见怪的,言论自由。 但是呢,这在大陆就不一样了。 那所以如果有这样一款游戏,还可以允许人公然叫嚣, 那当然是不可以允许的嘛, 所以那之前他们可能没发现, 那现在呢,发现呢,就赶紧下架了。 据了解,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也曾在推特贴出 线有反送中抗争口号的设计图, 还转发了多张相关图片。 而在众多的网友设计图中, 被频繁转发的是一幅祭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的图片。 图片中央还摆放着巨大的武汉肺炎字样。 当时就有网友戏言, 再这样设计下去,这款游戏不被尽才怪。 身居台湾的公民记者周曙光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由于动物之森让用户拥有产生内容的自主权, 被封杀是必然之时。 他会坚持一人的价值观, 所以他们并不会对言论方面有一种宽容的态度。 他们担心这些言论能够形成其他的独立的组织, 然后对他们产生威胁。 他们不希望有别于中共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外的内容出现。 近年来,不少外国游戏因触及中国政府的玻璃心而纷纷遭到封杀。 例如,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爆红的电子游戏瘟疫公司, 早前被从中国苹果应用商店下架。 除此之外,台湾公司斥足开发的恐怖游戏还原, 被人发现藏有暗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内容, 而被中国代理商中止合作。 默契担心,随着中国官方不断收紧对言论自由的控制, 海外游戏在中国的处境将越发艰难。 对此,周曙光则有不同的意见。 既然是游戏,大家玩得花样,一定会花样百周。 各个大产公司,比如说任天堂也好,苹果公司也好, 他们是如何去为了迎合中共, 然后对中国最持的用户进行审查的。 周曙光补充表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以来, 牢牢把握对意识形态的监控, 使得大批网民自发成为审查员, 去举报其他和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内容。 但从动物之森的成功可以看出, 鼓励用户发挥自主性的游戏会受到欢迎, 而中国政府对言论和文化的审查, 是与文明世界背道而驰的。 最后电台记者韩杰, 华盛顿采访报道。 等当地民族的喜怒爱乐, 他们的困境和渴望, 接近他们的文化、传统和宗教, 为您解读新疆。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奈珍, 欢迎您与我一起解读新疆。 尽管持续受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威胁, 新疆的学校仍重新开放, 这个举措让许多人感到不安, 特别是家长们。 本期节目中, 我将和大家综合说明这个情况。 据该地区的消息人士称, 虽然冠状病毒仍在流行, 但西北地区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学校, 已经重新开放。 这个决定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认为当局希望通过有效遏制疫情, 来巩固自己生育的同时, 正在拿老百姓的生命豪赌。 据官方的新疆日报报道说, 约有430万小学生, 初中生和大专生, 于3月23日返回该地区的5000多所学校。 这些学校已于1月下旬关闭, 以防止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 此外, 国营新华社报道说, 该地区的学校正在采取一系列安全措施来控制病毒。 尽管起源于湖北省武汉市的新冠病毒在中国的感染数量, 似乎正在放缓。 但北京当局因为对该病毒的最初反应缓慢, 且处理过程缺乏透明度而受到批评。 根据中国官方报告显示, 截至3月10日,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只有76人被册认为新型冠状病毒阳性, 导致3人死亡。 许多观察员质疑该地区报告的病例数。 专家们说, 自2017年4月以来, 居信新疆在教育营中被关押的多达18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 有严重爆发致命疾病的危险。 原因是极限性的条件和缺乏卫生设施。 自由亚洲电台维吾部最近与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 一所中学的工作人员, 以及位于特兹勒苏特尔特兹自治州阿图什市的维吾尔人家长, 进行了交谈。 他们证实, 尽管担心新冠病毒仍然对当地人口存在威胁, 但是该地区的学校已经恢复上课, 在被问及学生是否返回校园时,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乌鲁木齐高中员工确认了外界的传言。 他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说, 学校已经在三月二十三日恢复上课。 另一位也不愿透露姓名的该校老师说, 学生不再像过去将近两个月的校园被封锁时那样, 可以在家学习。 这位老师说, 他们现在必须去学校上课, 在线课程暂时还可以, 但是现在不可能再以这种方式教导学生。 他们说, 有几名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和由新疆准军事生产建设兵团管理地区的学生住在校园的宿舍里, 而乌鲁木齐本地的学生则是早上到达, 在学校吃午餐, 然后晚上回家。 当被问及, 父母们担心他们的孩子被暴露在新冠病毒中时, 这位老师建议表示,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他说, 我们正在检查孩子们的体温, 在他们到达学校正门前, 让他们停下脚步, 并测量他们的体温。 这位老师并补充说, 学校还在中午和晚上对学生进行检查, 学校食堂照常营业, 所有的老师和学生们都在那里吃午餐。 这位老师并说, 在过去的三周中, 乌鲁木齐的大多数生活都恢复了正常, 企业重新开业, 社交活动在整个城市恢复。 自由亚洲电台也与阿图什市的一名维吾尔人家长进行了交谈, 后者说, 他们的孩子已经回到学校, 校方提供了安全措施, 其中包括戴口罩和手套, 对表面进行消毒, 以及在教室里保持社交距离。 但是当被问及, 在此时把孩子送回课堂, 他们是否感觉安全时, 父母挂断了电话, 暗示着这个话题在政治上过于敏感, 以至于无法发表评论。 住在纽约的一位维吾尔医学研究人员, 对自由亚洲电台发表评论时表示, 由于担心国内的家人遭到报复, 他要求隐瞒姓名, 他承认新冠病毒对儿童的威胁相对较小, 但是警报说, 这种病毒可能会传染给那些身体健康较脆弱的人。 这名研究人员说, 即使他们是没有症状的攜带者, 他们从未生病, 也可能因为仅是通过感染家庭中的成年人, 就可能导致一些老年人的死亡。 他并说, 出于这个原因, 为了保护老年人, 美国正在采取措施, 限制儿童的活动范围, 如果我们的家乡生活恢复正常, 那么最大的危险可能不是对孩子, 而是对父母和祖父母。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流亡组织, 美国维吾尔人协会前主席, 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伊丽夏平表示, 中共当局正在重新开放维吾尔自治区 和中国其他地区的学校, 以兜售他们控制了新型冠状病毒的说法, 甚至当病毒仍然是一大威胁时, 伊丽夏皮认为, 中国政府正试图通过虚假手段, 将病毒的新病例数降至零, 采取各种措施进行控制, 并说以根除新冠病毒, 从而在国际上将自己塑造成强大的国家。 伊丽夏皮还援引报道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当局, 正在把维吾尔人派往该地区的工厂工作。 他说, 这是向世界炫耀的有力措施的一部分, 并且逃避了他们对病毒传播的责任。 同时, 他说, 该地区的父母感到他们别无选择, 只能服从地方政府, 否则冒着煽动分裂主义或宗教极端主义的名义, 遭受迫害和拘留的危险。 我们家乡的人民, 以及整个中国的人民, 都不相信中国政府的谎言。 所以, 这里的问题, 不是父母因为信任当局而把孩子送回了学校。 伊丽夏皮并说, 他们别无选择, 因为当地政府的残酷, 而只能把孩子送回校园。 因为他们担心中国政府的恐怖手段, 在残酷的情况下, 这是一种无助。 父母所说的, 让学生重返校园时, 父母感到安全的话, 并没有道理, 他们都很害怕。 而且, 由于中国奉行的恐怖主义政策, 他们无法说出真相。 伊丽夏皮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在中国其他地区, 甚至连大多数汉族家庭, 也无法表达对子女重返校园的担忧,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会受到官方的审查和骚扰。 他说, 这确实很危险, 因为这种病毒, 我们都知道, 并没有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停止传播。 中国政府为了保护他们的生育, 他们使老百姓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使社会处于危险之中。 他们正在牺牲人民的生命, 来保护中国政府的生育。 此外, 官方消息来源证实, 一名维吾尔高中化学老师, 被关押在再教育营中,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最近, 一位名叫乌伊古尔亚阿利夫的脸书用户发布了以下信息, 在阿克苏地区库车县第四高中任教的麦麦土尔逊达叶木, 于2019年4月, 被送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个再教育营。 阿利夫发布的细节中, 2019年3月的照片, 看起来是在达叶木任教的学校举行的执政的共产党会议上。 他置身于一群获奖者中, 照片暗示达叶木是或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 据阿利夫说, 达叶木被拘留的所谓原因, 目前还不清楚。 自由亚洲电台维语部 与哭车县档案馆的一名雇员进行了交谈。 他说, 达叶木的名字不在共产党员的名单中, 该员工建议, 当地公安局或其他政府机构可以验证达叶木是否曾是党员。 哭车县教育局的一名雇员向自由亚洲电台确认, 达叶木教化学。 但转介自由亚洲电台向当地警察局查询有关他是否被拘留的问题。 不过教育局的另一名雇员承认达叶木已被送到再教育营。 他说, 他不知道细节, 建议自由亚洲电台与第四高中联系, 以获取更多信息。 当被问到被关在再教育营中的达叶木是否曾经在那儿工作过时, 第四中学的一名员工说, 是的, 自由亚洲电台还与一名身份不明的官员进行了交谈。 该官员说, 达叶木正在与成千上万的其他学生一起学习普通话, 尽管普通话流利是从事教师工作的必备条件。 这位官员还说, 达叶木在库车县三号再教育营。 新疆当局经常使用两面派一词, 来指维吾尔干部或党员, 说他们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共产党统治只是口头上的敷衍, 但暗中对镇压其民族的国家则感到愤慨。 北京最初否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存在再教育营, 但去年改变了立场, 并开始将这些设施描述为尽速学校, 为维吾尔人提供职业培训, 阻止激进分子的激进, 并帮助保护国家免遭恐怖主义袭击。 然而,自由亚洲电台维吾部和其他媒体的报道显示, 在教育营中的人违背自己意愿而被强迫拘留, 并受到了政治灌输, 他们屡屡遭到监督者的粗暴对待, 并且在经常人满为患的设施中, 忍受不良饮食和不卫生的状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大规模监禁, 导致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要求, 北京对其在该地区的行动负责, 包括使用先进的技术与信息来控制和压制其公民。 听众朋友, 解读新疆 西藏重来 让我们把目光图像藏区, 了解那里的人权状况和公共当局的守护民主政策, 体会藏族人民的喜怒而乐, 他们的困境和渴望, 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和宗教, 一起纵览西藏。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乃珍, 西藏纵览, 欢迎您与我一起纵览西藏。 中国当局正在重新开放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旅游景点, 致使当地藏人担心在持续大流行的情况下, 第二波新型冠状病毒进入该地区。 社会活动人士也表示, 开放旅游为时过早。 本期节目中, 我们将一起来了解当地情况。 据一家中国旅游公司称, 像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卢定桥景区这样的景点, 在三月二十日重新开放, 每天的上线为四千名游客。 该旅游公司当天宣布, 将对在冠状病毒蔓延斗争最前沿的医疗专业人员免费入场。 该地区的消息人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重新开放这些地点, 是中国政府的一项工作, 目的是在病毒继续蔓延的中国经济面临衰退的时候, 预计恢复正常状态并创造收入。 政府声称, 该区所有确诊病例都已康复, 现在游览旅游区是安全的。 住在康定的一名藏人, 告诉自由亚洲电台的藏语部, 当地居民外出时, 仍在采取一切预防措施, 我们仍然害怕这种病毒。 这位消息人士说, 我们已经自我隔离, 几乎不出门。 如果外出时, 我们会戴上口罩, 但是现在他们重新开放了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旅游景点, 每天都有数百名汉人游客进入我们地区, 这令人非常担忧, 因为只要其中一名游客感染病毒, 都可以在这里再次开始传播新冠病毒。 消息人士称, 这个决定是为了帮助中国旅游业而非西藏当地人, 旅游收入流向了政府经营的旅游公司和运营商, 它与普通百姓的生活毫无关系。 当然, 除了游客, 仍会像往常一样留下堆积如山的垃圾, 对环境造成伤害。 另一位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的藏族消息人士, 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所有游客都是汉人, 我们知道新型冠状病毒起源于武汉, 那么他们如何保证不会再出现另一波感染呢? 我们非常担心。 还有一位西藏消息人士, 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人一提出新型冠状病毒在这里消退的说法后, 旅行社急于赚钱, 每个人都在忽视, 并且无视当地人民的健康、安全与保障。 一名藏族活动人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关于一个干部的死亡, 还有很多闲而未决的问题。 这名干部生前在努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西藏传播时丧生。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 四川省洪源县森林公安局藏族民警阿珍能州, 于3月15日, 在洪源县森林公安局刷金寺派出所的背勤室, 被发现死亡。 这名来自洪源县的30岁派出所所长, 当时已被派往四川藏区,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 据国有媒体《新京报》说, 阿珍能州去世的前一天, 已经连续工作了24个小时。 关于阿珍能州逝世的报道, 似乎是中国试图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战役, 展示一名藏族模范人物。 总部设计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不穷次人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疫情大爆发后的几个月, 中国当局仍未提供藏族伤亡人数的数字。 尽管如此, 中国官方媒体还是详细报道了阿珍能州的藏族背景, 及其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身份。 这似乎是试图将支持中国政府工作的西藏人甚至牺牲了自己生命的故事广为传播, 而没有任何有关此人死亡原因的可核实信息, 或任何有关他为什么过度劳累的解释, 以及那是否是他的自愿选择。 另据路透社引用西藏自治区当局和消息人士的话说, 为阻止新冠病毒的传播, 西藏自治区的学校在三月初关闭后, 现已重新开放。 自寒假开始以来, 学校已经关闭, 本来应该在三月一日重新开放, 但在官方公告中, 拉萨市教育部门将重新开放的事, 时间推迟到了月底, 现在西藏当局认为, 他们针对新冠病毒所做的努力, 足以使该地区的教育机构重新开放, 即使新冠病毒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 在西藏预防和控制该病毒的工作, 取得了成功。 西藏一位消息人士这样告诉自由亚洲电台的藏武部, 根据官方统计, 西藏只有一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和一例康复病例, 截至三月中旬, 该地区尚无确诊病例。 消息人士说, 纳曲、昌都和拉萨的藏族学校于三月底重新开放, 消息人士称, 在某些地区, 教师必须在学校重新开放前几天, 重返工作岗位。 他说, 纳曲市教育局已发布公告, 呼吁所有教师于三月十五日恢复工作, 纳曲市的学校则在三月二十日重新开放。 另一个消息来源, 拉萨的一位老师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自三月十六日以来, 拉萨的所有老师都被要求返回工作岗位, 因此, 教师们回到了常规时间表, 但是常规课程尚未开始, 所有的课程仍在网上教授, 不过有些地区已经恢复上课了。 据中央电视台新闻报道说, 新海省的藏族学校于三月九日重新开课, 由于担心新冠病毒, 他们是在延长关闭时间后最早重新开放的学校。 消息人士又说, 云南省的有关部门也在三月的最后一周重启学校。 这位消息人士并说, 在云南, 预防和控制新冠病毒同样取得了成功。 因此, 当局决定, 按照官方媒体的报道, 从幼儿园到高中各级学校, 应在三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之间重新开放。 与此同时, 其他地区的藏族学校则将重点放在远程学习上, 直到可以安全重新开放为止。 这名消息人士还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说, 四川和甘肃的学校已经开始接受远程和在线教学, 但是由于担心新冠病毒, 中国大陆的高校仍在推迟重新开放。 他说, 随着当局宣布, 遏制和控制该病毒传播的努力已经成功, 西藏的生活正在恢复正常。 在拉萨和昌都, 新冠病毒的预防和控制取得了积极成果。 到目前为止, 商店和餐馆都在重新开业, 顾客可以外带, 在家备餐或是叫外卖, 但仍不允许在餐厅用餐或举行公共聚会。 中国官方媒体一直吹捧中国为遏制和控制病毒传播的最有效国家。 官方媒体现在吹嘘中国甚至派遣医务人员前往意大利, 协助那里的局势。 而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当局, 也因为违反防止新冠病毒传播的规定而逮捕了10人。 然而,批评人士说, 这些指控只是出于政治动机骚扰拘留的幌子。 据西藏日报3月12日报道说, 拉萨安全局办公室正在反击那些违反、 恶指和控制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社会分子。 西藏日报说, 维持人民的安全和福利是安全部门的首要职责。 因此, 在人们非法违反政府措施的情况下, 他们受到严厉的惩罚是很自然的。 报道还说, 那些有罪的人被依法审判并判刑, 在这一关键时刻, 警察一直处于维护法律和秩序的最前沿。 报道又说, 拉萨警方正式登记了七起违反政府规定新冠病毒预防和控制措施的人, 有十人被捕。 此外, 警方还调查了一百三十四起与新冠病毒有关的事件, 并没收了约五万个假冒口罩。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对拉萨警方的证击感到满意。 西藏法律专家佐马开补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藏武部, 中国政府只是以新冠病毒为借口, 侵犯了西藏人的人权。 他说, 自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以来, 中国政府匆忙颁布了新法律, 严厉惩处那些反对政府遏制病毒传播的人。 因此, 这项新法律规定将对那些妨碍政府控制病毒的人予以处理, 但他们可以以此法为借口, 骚扰中国和西藏人民。 他们引发了被认为妨碍政府努力的个别人士的恐惧, 例如, 如果任何未知的冠状病毒攜带者与人群混合在一起, 或以其他方式出现在公众面前, 政府可以指控他危害公共治安和安全, 嫌犯会背叹重刑, 包括死刑。 他又说, 这项新法律赋予了中国当局侵犯个人权利的无限权利, 使情况更糟。 一位居住在美国的西藏分析人士指出, 中国政府已严厉打击了整个中国的公民记者, 特别是当人们试图报告他们对新冠病毒的发现或观点时, 而藏族人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形。 先居波士顿的前政治犯贾蒙·蒙拉姆说, 即使西藏人说实话, 中国政府也会严厉打击他们, 仿佛他们在散布谣言。 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希望人们相信, 只有他们对新冠病毒情况所说的才是真相。 他补充说, 这种单一的信息渠道使人们感到怀疑。 蒙·蒙拉姆怀疑, 这时起逮捕事件完全与新冠病毒有关, 也与对西藏政治和社会动荡的恐惧有关。 听众朋友, 您刚才所听到的是有关新型冠状病毒。 为藏区带来的影响。 我是陈乃珍,西藏纵来,感谢您的收听, 也欢迎您继续与我一起纵来西藏。 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尚未结束, 中国开始高调稳就业。 刚前的就业男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路高歌猛进以来, 第最严重的一次,或许标志着今后就业问题将始终成为高层的最头痛难题之一。 而很多90后青年人以前从来没有想过, 会有这样的就业长冬横耿在自己的人生路途起点。 3月15号,中共官媒刊登了一篇文章, 标题是《就业不劳,必动山摇》 李内阁首次释放棄手经济增速底线。 这篇文章披露, 最新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对部长们说, 此次疫情对我国经济影响不可小视,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全力以赴, 稳住就业。 只要今年就业稳住了, 经济增速高一点低一点都没什么了不起的。 这句话不仅表明就业难已经成为高层关注的重心, 也意味着学测者们不得不承认就业比追求表面的经济增长重要得多。 用这篇文章的话来说, 就业不解决将埋下社会失序的地雷。 那么为什么中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提不出有效的增加就业措施呢? 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就业难已经到了无处入手无法解决的程度, 但由于官媒长期掩盖真相, 民间反而对就业难的长期间距性不胜了了。 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有几个独特现象, 首先是农村居民无失业, 政府只计算城镇失业率, 其次是在城镇居民中政府又规定失业率统计限于登记的失业人数, 那么失业者只要不去政府部门登记, 政府便熟视无睹。 这样的话, 登记失业人数明显低于实际失业人数。 国家统计局从2005年开始呢, 用初样调查方法对失业率做统计推断, 但它公布的调查失业率和登记失业率实际上差不多。 2019年年底,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 城镇劳动力是4亿6674万人, 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2%, 按这个计算, 城镇居民中失业人数已经达到2427万人。 今年1月下旬到2月中旬, 由于疫情蔓延, 经济平凡, 很多公司和店铺停业裁人, 失业人数有大幅度增加。 部分地区复工以后, 很多中小企业的生存很困难, 原有员工未必能保住饭碗。 在城镇失业人口可能已接近3000万的情况下, 目前又出现了900多万新的求职大军, 而这900多万人多半都希望求得白领之位。 今年大学毕业生达到874万人, 是2012年以来的最大值, 比2019年多40万, 明年将更多。 与此同时, 回国留学生从2015年开始, 每年达到40万以上, 而且与年俱增, 今年估计有60万人。 因此, 今年春季的求职高通期, 国内大学毕业生加回国留学生有930多万人, 都具有高等教育或以上的学历。 他们与进程找工作的农民工不同, 他们要找的都是白领工作。 而中国的全国白领的岗位, 2018年总共是5236万, 这还是几十年累计的结果。 5000多万白领岗位当中, 公务员加总公务员加事业单位占三分之二, 科技加金融占近三成。 也就是说, 95%以上的白领岗位在这两大类机构里。 如果不能进入这两大类机构, 就基本上没有其他机会。 从过去两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来看, 就业难早就开始, 今后很可能进一步进入就业城中。 去年的就业状况有三个特点。 第一, 能在毕业时确定单位的是三分之一多, 三成准备考研, 出国百分之五, 剩下的就属于自己想办法或者待业。 第二, 2019年毕业生毕业时能确定单位的大概是275万, 去学校和党政机关的只有百分之十三。 第三, 大部分确定单位的毕业生都去了企业, 其中民营国有三资企业合计占69%, 但是现在民营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的占比, 从2019年就开始下降, 降到了2011年也来的最低点, 今后可能会大幅度下降。 那么受中美经贸谈判的影响, 三资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能力也在减弱。 企业类的白领岗位主要分布在科技领域, 金融和文化娱乐行业, 而这几个行业目前的情况都不佳。 所以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前能够确定岗位的比例将远远低于三分之一, 自谋出路或者失业的会可能超过四成以上。 出生于经济繁荣年代的很多90后的中国青年人一向以为, 繁荣永远伴随着中国的成功, 自己的前途无非是考过大学, 毕业后找份成立的工作, 顺其自然就能享受到经济成长的果实。 然而他们可能从没想象过, 居然会突然出现这样的就业长冬, 横转在自己的人生落入其点。 既然是就业长冬, 就很难指望就业市场出脑包开。 往年积压的上千万大学毕业生仍然在业, 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也有近半数就业无望, 明年会有更多的毕业生失望徘徊。 大学毕业本来是年轻人大好虔诚的良好开端, 但如今梦断起点, 担忧的不只是年轻人自己, 连带期父母都会进入焦虑期。 抽象的谈告别经济繁荣, 并不见得令很多人有梦碎之感。 而毕业及失业的普遍化现象, 开始动摇很多家庭的未来预期。 各位群众, 尽管法国新冠病毒疫情形势依然紧张, 但已经实行居家防疫措施近四周之际, 周末版《法国世界报》突出这次疫情重创, 对疫情后政治、经济与社会政策制定可能的影响, 介绍世界各地不同国家应对疫情的策略。 关于中国,该报总结了武汉经验, 也刊登该报联合驻非洲各地记者完成的调查, 探讨新冠疫情如何成为中国在非洲扩展软势力的机会。 新冠疫情目前在中国得到控制, 中国开始向世界展示其成功经验, 并高调宣传各种对外援助行动。 世界报记者Friedrich de Beauvoir和Guan Di Luin 联合该报驻非洲各地特约记者共同发表长篇调查文章, 新冠病毒北京向非洲宣传软势力的载体。 缺少足够基础设施的非洲如何应对新冠疫情袭击极为引人关注。 刚刚走出疫情的中国通过各种不同方式向非洲各国提供帮助。 非洲疾病防控中心负责人向世界报表示, 中国这些行动受到非洲各国的欢迎, 这种支持至关重要。 世界报就此写道,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中国利用新冠病毒展现自己是关心非洲的合作伙伴。 这是一项整体战略的一部分。 这项战略让软实力与获得资源或者挑战西方影响的战略目标相伴而行。 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 公共卫生都已经纳入了中国希望在全球铺展的新丝绸之路诚意。 中国在非洲医疗卫生体系的工作虽然并非始于今日, 但爱波拉疫情表明经济起飞给中国带来了更大的行动能力。 这篇文章指出,疫情初期中国国内形势严峻, 其国际形象蒙上阴影。 中国驻非洲各地的外交官的使命就是杜绝任何对可能的中国危险的怀疑。 这种策略好像最终见效。 随着武汉疫情逐渐得到控制, 非洲各地对中国人的怀疑开始转变成对欧洲人的排斥, 怀疑欧洲人正把病毒带入非洲。 这种认知转变让中国得以从一种防守态势转为更为政治化的公式, 其中宣传中国治理模式。 中国驻马里大使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就表示, 中国的力量所在是中国共产党及政府的有力领导, 是民众的纪律性和牺牲精神。 世界报文章就此写道, 这些外交官对非洲各国媒体的各种访谈的一个基调就是, 中国之所以在西方受到批评是因为西方看不惯中国模式的效力。 这篇文章特别强调,中国在其对外公关行动中保持一定的谨慎, 会借他人之口来宣传自己。 埃塞俄比亚在这项中国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 埃塞俄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战略伙伴之一。 2017年,中国支持埃塞俄比亚前卫生部长谭德塞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大使。 马云援助非洲的物资通过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运往非洲各地。 而且埃塞俄比亚外交官也积极参与。 3月31日,马云捐赠给科特迪瓦的物资由埃塞俄比亚驻科特迪瓦大使去机场迎接, 然后转交给科特迪瓦巴斯德研究院的负责人。 这种礼宾程序可以说是很少见。 中国为其捐赠物资组织各式各样的仪式,塑造中国积极为非洲排油解难的形象。 非洲各国不太理会各种对中国政府对疫情起源应负责任的质疑。 不过救援物资解封开箱之后,不合格产品,难以使用的检测仪, 再加上当地精英可能挪用物资等问题,开始引发一些疑问。 一名驻卡麦隆的欧洲外交官向世界报表示, 中国援助的媒体宣传与中国在当地医疗机制中的实际行动之间有些距离。 另外,中国外交官每每对任何涉及中国在非洲侨民的消息即时做出反应,也开始引发不满。 这篇文章还指出,中国在非洲面对的另一个难题是债务。 中国在非洲大陆发放的借贷款项高达1450亿美元, 其中80亿美元应当在2020年偿还,希望中国取消或调整债务的压力无疑会逐渐增强。 加纳财政部长4月6日就表示, 考虑到新冠疫情引发的危机,中国应当做出更多努力。 中国的非洲战略是否会引发非洲地缘战略格局重组呢? 世界报这篇文章指出,法国已经意识到有必要对中国的魅力攻势做出回应。 法国已经和欧盟行动起来,向非洲输送技术和资金支持。 布鲁塞尔4月8日宣布向非洲大陆提供32亿5000万欧元的款项, 但在这场争夺影响力的战斗中,心理因素常常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中国问题研究员切黑背后指出, 中国援助整体来说数量并不大,但在叙事方面非常重要。 而美国和欧洲常年不曾调整他们的论述,完全不知道如何宣传他们的行动。 世界报文章认为,新冠疫情之后,非洲大陆的地缘政治竞争将主要在叙事领域展开。 像是法国报纸摘要。 今天2月,中国海军一支远洋战队放达中土岛以南的海域演习, 建制珍珠港。 这可能是太平洋战争过去60多年之后, 第一次有外国战队来到当年大日本帝国海军联合战队, 先后偷弃珍珠港和中土岛的作战水域,并展开演练。 而这支主外国战队,属于美国海军为宅散敌的中国。 这次演习非常平常,值得分歧。 中国海军过去近60年底经历了暗防海军、近海海军的历史, 如今正转向远洋海军。 其追求远洋作战能力的目的, 瞄准了美国海军的太平洋舰队。 世界现代史上,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只打过一次大战, 其敌人就是太平洋战争中被歼灭的大日本帝国海军联合舰队。 如今,又有一支海军似乎愿意充当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战略加强敌, 那就是中国海军。 它正在模仿日本当年联合舰队的某些战前作为, 其举动数数看得出这种模仿的颜色。 据官媒报道, 这支中共海军舰队属于南部战区, 东书巴士海峡一路向东远北回归线最长航线, 在中途岛以南500公里处越过国际的极限分线, 若在此处发射巡航导弹, 就能够直接威胁到夏威夷。 战舰目前正处于夏威夷中途岛关岛三点时间的太平洋舰。 这是美国在二战中击退日本海军后掌控的核心海域, 而夏威夷又作为第三老链的关键节点, 是通向美国本土的最后屏障。 迄今为止, 很少有国家以战斗姿态射出于此。 官媒在报道中提到, 这些战队当中有一艘815A电子侦察船均输信号, 815A是中国最为神秘的电子侦察船同行舰共有9艘, 满台5998吨, 船上装有各种电子设备以搜集比方电子信号, 进而获取情报。 据称,该船密集非常高, 除海军高层外,其他人无权之下, 同行船曾多次近距坚持侦察过美国战舰。 官媒透露了这次海军派舰队苦衷阻导海域演练的最终目的, 那就是, 南部战区的任务是组员及迂回之道言颂声, 与北部战区组员会合形成合力, 保证台海战场不被外军介入。 这里说的外军自然是指美国海军。 这个战略设想, 与大日本帝国海军联合舰队太平洋战争前, 确定的对美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处。 太平洋战争之前, 联合舰队司令三分五十六坚持的对美战略是, 为了防止进攻马来亚新加坡和和属东印度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 在这个作战过程中, 美国太平洋舰队有可能从撤备轰炸日本本土, 所以必须通过《奇迹中处港》一举消灭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 最后希望能逼迫美国求和从而结束战争。 这场战争的开场确实造成了美国军事上的失败, 但不但没有产生美国求和的任何可能, 相反却激发了美国国民的战斗意志, 最后以大日本帝国的败战和消失为结局。 大日本帝国的教训并不是作战战术上的错误, 而是其军事首脑更好不懂得审施战争。 他们只是从军人的狭爱眼光出发, 把战场胜利当作战争的胜利, 把个人认知的国家地位和对外军事行动, 包括清华战争, 当作国民和外国必须接受的激进状态。 可以说,大日本帝国当年所犯的最大错误是, 一手战而不支战。 从这个角度看,今天中共军方人士当中的一些英派任务也有类似的。 所谓求战而不支战,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把战争和作战孔的逆谈的军人们只是追求军人取得战场胜利的荣耀, 而他们完全不懂。 战争的目的绝不是为打仗而打仗, 更不是单纯为了活动国民拥护当局。 战争只是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仁义, 军人不能以把国家戳入战争作为自己的志向。 要对美国清洗战争将如何结束或者退出战争呢? 这个问题中共情况没有可能过。 其次,中共的鼓吹战争所不懂, 清洗战争不难, 要轻松的驾驭战争进程几乎不可能。 除非以军使政治经济上彻底击败对手为目标而拼到第一, 那意味着就只有一条例, 打下去直到出现一次我说的最终结果。 此外,中共的海军如今仅摆脱了共军中长期的陆军力拼向这个局面, 开始争得于陆军平起平脱的地位。 海军崛起的这个局面靠的是对外求战, 但是如果为了海军实力的扩大和地位的提升, 把求战延变成发动世界大战, 那就必然导致海军自身的毁灭。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中共海军在多大程度上, 真正理解大日本帝国海军发动海边战争的闪动教训, 也不知道其高层是否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 但是从目前中共海军的对外态势上看, 确实可以看到当年大日本帝国海军的魅力。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基因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郑玉文。 包括美国司法部、国防部、国土安全部等多个联邦政府部门, 在最近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 要求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TC撤销中国电信在美国的新银许可。 这也是继去年,美国方面拒绝了中国移动在美国的经营权之后, 华盛顿再一次锁定了中国的通信和科技产业。 如何来解读美国政府的连串行动? 把中国电信赶出美国,这意味着什么? 北京方面说,这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真是如此吗?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中国经济观察人士秦鹏来为您分析和解读。 非常感谢秦先生接受美国基因的访问。 那么首先我们就先来看一看, 美国有一位情报事务专家叫毛文杰, 他就这么说,他说美国政府现在要建议或考虑要来取消中国电信在美国的这个经营许可。 这是一件重大的新闻。 您怎么看,到底这个建议它意味着什么呢? 对,这个新闻应该说还是蛮重大的。 因为就是过去的这段时间内, 我们看到中美贸易协议这边的话, 基本上是接近于风平浪静。 大家在看说中国那边它的第二阶段协议, 或者它第一阶段协议的执行情况。 那么在COVID-19就是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以来, 所以美国它又属于这种有点自顾不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全球因为对中共的这种脱颜和散播造成的这样一个危害, 就是越来越多的愤怒,因为死人越来越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很多国家都在研究说起诉和巨额索赔, 那么包括美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突然间又出来一个中国电信, 而且这是一个巨量级的这种公司, 又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 那么必然就有很多看点, 也很可能会引起中美两国的这种, 我们叫争斗升级, 甚至的话爆发一些比较激烈的这样的一些行为。 所以这可能毫无疑问, 这我理解为什么毛文杰讲说, 这可能是一个重大事件的一个原因吧。 是, 那很多人也因此关注到了, 特别是美国的人, 他也开始关注到中国电信, 很多人很惊讶, 原来中国电信在美国已经经营了这么多年, 它是在2007年的时候, 取得了在美国的经营许可。 那么它到底在美国进行什么样的业务? 它的客户是哪些人? 那么它为什么能够在美国取得这样的一个经营许可? 中国电信它更早应该是在2002年的时候就进来了, 到可能是2007年的时候, 它取得了更大的这种我们叫电信的全面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也就是说它有了像这种企业级客户提供各种各样的这种数据, 还有语音和这种视频, 国际通话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集成性的一站式的业务。 也有了像这种零售客户, 就是所谓的我们叫一般性的这种个人顾客, 他提供这种电话, 这种移动, 还有一级双号和国际卖邮等等这样的一些业务。 后边这个业务其实是不太稀奇的。 但是呢, 前边呢, 这种业务目前来讲也是只有它的一站。 而作为呢, 说是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我们叫共产主义国家, 能够在美国落地, 说实话, 我觉得是一个蛮奇迹的一件事情。 这可能也许取决于当时的中美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还属于在比较蜜月的一个时期, 而奥巴马时期呢, 可能又对这样的这种国家安全性的事务呢, 就没有那么的敏感。 所以可能当时就产生了说让它全面的一个开展业务。 嗯, 是。 但是特别有意思, 其实我在注意到呢, 他们是在网站上把公司级业务的这种介绍强步删除了。 哦。 对, 所以这特别有意思,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是不是跟这个这次的调查有关系。 对, 值得我们观察, 是。 那我们知道, 今天美国的司法部在4月9号发出这样的一个声明, 就是说他要建议FCC来撤销中国电信的经营许可的时候, 他在声明里面是这样提到, 他说, 美国通信的安全性是取决于我们是不是去使用那些来自于这个与美国享有同样的价值观, 同时关注人造主义的国家这种值得信赖的伙伴。 所以很明显看来, 如果依照这样的标准, 这个中国电信似乎是并不符合这样的标准呢。 那么中国电信, 在去年的时候它也曾经登上了这个国际媒体, 也得到关注, 就是它好像在欧洲有大量的这个移动流量, 有两个小时的时间都被这个中国电信给吞掉了。 那么很多人认为这是一起非常有可能是一场恶意事件。 那么从这种种的这种说法还有事件来看, 你觉得美国政府对中国电信所产生的疑虑或它的质疑是不是有它的合理性呢? 我觉得它这种怀疑是非常合理的。 就是单讲去年的时候, 这个2019年的6月份, 这一次的这种数据的这种我们叫泄露性的事情, 它实际上是比较经常发生的。 但是这一次是美国的这种中国电信, 它是接收了这样的一个来自于瑞士的, 就是一个信号之后它开始在整个向欧洲发送。 然后再来整个这种数据的大面积的这种转移, 那么长达18分钟。 那么在之前有发生过这种还有9次, 也就是说这一次在报告中它提到一共有10次这样类似的行为。 所以从技术角度来讲, 那就带来一个悖论, 说如果不是故意的, 那为什么发生这么多次? 如果说是想避免的话, 为什么它还做不到, 还是说是没有意愿去改变这种行为? 所以这个从技术角度来讲的话, 其实中国电信陷入一个这种很难去辩解解释的一个局面。 而从中共当局的就是这些年的它的主观意愿上来讲, 中国电信也属于很尴尬的一个这种纪委。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电信它是一个国企, 而且它和追方和国安等等这样的一些这种系统的话, 它是有非常紧密的一些合作。 而中共在2008年以后, 它就是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种转变。 2008年我们知道中共那边的话, 就是全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个是美国金融危机, 另一个是中共的话, 是在国际人权组织的这样的一个极力阻挡下的话, 成功的举办奥运会。 所以呢, 对它来讲的话, 感觉到这种获取全球这种大主地位, 然后打败美国的这种豪心壮志就是越来越强烈。 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在南中国海, 在和日本, 在和美国, 在和法国等等的话, 就接二连三的发生了非常多的这种冲突。 而且的话, 中共是越来越强硬。 所以, 而且呢, 又后来又致敬了一系列的相关的法律, 要求中共的这些企业, 要求让在华这些企业的话, 必须如何如何的进行这种配合的数据。 所以, 这种扩张性, 对外扩张性是变得特别特别的突出。 另外呢, 这个从, 之前呢, 还有这种前车之鉴的, 就是类似华为。 它呢, 也存在了在中共的这样的一个指导下, 它是通过这种电信业务的方式, 在全球呢, 是试图获取这种控制权, 所以我们叫, 植入特罗伊木马这种方式。 所以呢, 基于以上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呢, 那我觉得, 像, 国际社会呢, 怀疑说, 中国电信也似乎承担, 或者可能承担这种破坏, 就是美国乃至于整个全球这种电信系统, 或者是这种数据安全等等, 各种这样的这种嫌疑, 它毫无疑问是存在的。 扩展它的这些通信业务也好, 科技产业也好, 科技产业也好, 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另外, 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他在4月10号这样回应, 他说, 美国这样的做法, 是要把经济问题给政治化。 那么, 您怎么样看北京的反应? 北京有可能会采取报复或反制措施吗? 对中国的实际上看待电信业务的发展, 其实没有这种根本性的影响。 因为它本来的话就是, 这种业务也在这种国家来讲也是绝无仅有的, 美国也没有相应的这种的所办, 在中国采取类似的业务。 所以他对于, 如果说采取其他业务, 是可以有其他这种电信商来完成, 所以我觉得对正常业务没有影响。 形成打击的是中共的这样的一个扩张野心。 而赵立坚呢, 就是做出这样的回答, 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 他必然会说呢, 是我们都是正常企业, 华为也是私人公司, 对吧? 这是他必然的一个这种状态。 他可能会想报复, 但我觉得可能难度在于他选什么样的报复对象, 可能是比较困难。 因为我们知道呢, 过去的这些年, 美国的这些高科技公司, 纷纷的其实是臣服于中共的这样的一个隐为之下, 为了地影。 所以呢, 就是现有的这些像ACMP等等这些这种电信伙伴, 并没有像在中国有类似的这种业务, 而呢, 其他的这些科技公司又是中共的这种伙伴。 所以他惩罚, 所以说实话, 我目前还想象不到, 或者他也有象征性的做一些什么样的报复, 也许会, 但是呢, 可能, 这才符合他的一个特点吧。 好的,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秦峰先生, 感谢您为我们提供您的分析和解读, 谢谢。 谢谢。 以上就是这一节美国精英的时事大家谈, 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 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收看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中国热情节目, 我是何平。 我一直是在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这个星期, 中国肺炎疫情持续恶化, 在官方统一发布的确诊和死亡病例大幅增加之后,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中国武汉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危机当前, 中国的医药物资短缺, 堵路封城, 抢购口罩, 严防截堵武汉人, 然成了岁月静好背后更为惊人的社会现实。 春节假期即将结束, 客运瘫痪, 商业停滞, 2020年中国肺炎疫情究竟会带来何种经济损失, 造成什么样的社会冲击。 而在李克强亲临武汉之后,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突然宣布, 自己一直在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这趟疫情。 那么对场殃及全国乃至世界的公共危机, 究竟谁来负责? 是这位人民领袖? 还是武汉市长? 是最初造谣的八位网民? 还是共产党特色的李稳其致? 这次节目我们就邀请人权组织公民力量负责人杨建立先生, 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师周肖正先生, 为您探讨一下这些话题。 我们也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通过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以及我们在Facebook脸书, 推特和YouTube上建立的专门频道观看节目, 并且发表您的看法。 那么欢迎两位嘉宾。 主持人好,周老师好。 谢谢。 谢谢。 杨建立先生就最新的一个热点事件, 那么您是怎么看待世界卫生组织, 这样的一个有关中国疫情的决定对于中国目前的影响? 昨天世界卫生组织开了紧急会议, 决定中国现在的疫情是国际关注的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 其实呢, 这个在上个礼拜, 也就是也是礼拜四, 1月23号的时候,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也开了类似的会议。 当时大家实际上都期待着它可能要做同样的决定, 但是没有。 这个决定实际上, 昨天的决定实际上是一个晚的决定, 是延误了最佳的国际防疫的这么一个时机。 如果说中国政府延误了在中国境内防疫这次肺炎病毒的最佳时机的话,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是延误了在世界范围内防疫的这么最佳时机。 说世界卫生组织要为此负责任。 那么在这个整个决策过程中, 我们发现世界卫生组织和它以前一样, 过度的政治化。 以前, 把台湾聚如眉外, 连观察员都不能做, 这个是非常政治化的一个决定。 因为2300万的人的身体健康, 它是人类的一个共同的问题。 你把台湾聚之门外, 这个是非常政治化。 而政治化的压力自然是来自于北京。 那这次的政治化是什么呢? 是为北京的国际形象, 这个维护北京的国际形象, 维护习近平的形象。 他在前不久刚去北京, 去北京见习近平的时候, 讲了很多的话。 有人说是新华社给这个编造的, 我认为编造夸大的可能性有, 但是我相信这个秘书长叫谭德赛, 在那是极尽八级之态。 那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次, 就是在昨天的记者会上, 习近平不在场的时候, 他居然说, 我们这次不是针对中国, 我们不是对中国的一个非信任票。 而且再次, 两次的强调这个意思, 而且说不建议, 甚至有人翻译成说, 反对国际上撤侨。 这还在极尽八级之态, 为中国的这个国际形象在服务。 这就是他的过渡政治化。 这就是我们今天不能不讲的另外一个病毒。 中国我们说, 武汉肺炎病毒, 另外一个病毒就是中共病毒。 中共病毒就是中共的专制体制, 用它特殊的办法, 对世界进行渗透, 影响所谓的人类共同体。 最好你不要跟它共同体。 你跟它共同体, 你怎么去防御它? 这个共同体带着什么? 就像我拿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来讲, 它对国际组织的渗透通过三个办法。 第一个, 就是增加它自己的经费的投入。 那么在世界卫生组织, 它现在是排第三位经费的贡献。 这是施加的正面施加影响力。 第二, 就是腐败他们的官员, 腐化他们的官员。 这种例子太多了。 像以前的奥委会的萨玛兰奇, 我们都知道被中国给腐化成什么样。 如果哪一天揭露出来, 这个谭德赛也是被中国腐化的, 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 第三个, 就是通过他所在国施加压力。 这个谭德赛呢, 他是埃塞比亚以前的这个卫生部长。 埃塞比亚的这个国家的态度, 可能就决定他的在这个国际, 组织里对北京的态度。 除了这一外, 当然北京的渗透不仅仅是在这样的组织中。 实际上北京的这种渗透, 中共的这种渗透被称为中共病毒。 所以今天我们在谭前一个病毒的时候, 不要忘记了, 背后, 后边这个病毒, 这个病毒的影响可能更加深远, 更加严重。 世界范围里必须对它进行这个防疫。 好的, 那么周涛正先生, 刚才杨建立先生提到了中国共产党政府, 对于国际组织, 尤其是这一次世界卫生组织的一种国际影响力。 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 您认为世界卫生组织的这样一个决定, 是不是也从侧面反映了目前中国的这种疫情, 到底有多么严重呢? 从我作为人民大学的一个退休的教师, 我们人民大学的大门口有一句话, 或者叫校训, 实事求是。 实际上问题呢, 没那么复杂。 就是实事求是。 比如说, 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现在就不实事求是。 他现在是亡国, 他要定一尊, 他就甚于甚至要恢复到所谓皇帝。 所以去年还是前年啊, 非法修宪就说不出问题了。 第二个呢, 世界卫生组织, 它就民不服侍。 它是世界卫生组织嘛。 那我们中国有两千三百五十万台湾人组, 为什么不加入, 为什么没有? 这都是荒唐的事。 什么事你都抄政的话, 关键是你那政治的话就不对, 政治什么意思? 政治住人之士, 或者就是全体人民的福祉, 或者是原来我们叫三个代表。 你代表的是最挂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那健康当然是根本利益了。 那你为什么不代表两千三百五十万台湾人民? 世界卫生组织就是民不服侍。 世界卫生组织必须得进行改革。 你是世界卫生组织, 你为什么差这么一大块人呢? 是吧? 那么, 我们中国叫过渡政治了。 你监力说得好, 它过渡政治了, 它什么时候都是政治。 那你说你发现一个所谓病毒, 发现一个感染病。 你不是说这两天, 西文人都说了吗? 人家武汉有八个医护人员, 人家在自己的所谓特别圈里面说了这事, 他把这所谓造谣。 你想, 都到什么程度了? 所以我就想,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 破解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 实际不求是。 就是求真务实。 就是明亚故实。 从我们这国, 是吧? 我们是人民共和国, 是共和国吗? 对不对? 你现在定于一尊, 你不是皇上吗? 你不是天子吗? 你不是想着这个事啊? 特别是这个, 方上帝, 方上帝你买什么呀? 在十三十七年以前, 我在北京经历了这个所谓SARS, 就是飞典。 当时呢, 我们有一本书, 就是这本书, 就叫做这个SARS警示录。 是吧? 我们十几个人, 一块儿开过若干子会, 我们编着这本书。 当时就, 就, 也不要, 现在你看, 现在我, 前日子我到网上搜这书, 没有了。 这就是还是那事吗? 你只要实事求是, 一切问题而解。 我们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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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 我们的问题, 它就是男和骗。 男, 不干, 骗干是假的。 这种学术语言, 就叫信息不对称。 是这样。 周超正先生, 我也正想请问的, 那么针对啊, 目前国际卫生组织, 也在关注的, 这样的一个中国的疫情啊。 我们知道, 仅仅是武汉一个地区呢, 那么就涉及到了几千万人口的, 这样的一个, 封闭隔离的政策啊。 那这也在历史上, 是非常罕见的一个举动。 您是如何评价中国政府啊, 在这样的一次, 刚才您强调了信息不透明啊, 信息的发布过程, 包括目前啊, 当地政府对于医疗救护工作方面, 您是怎么看的? 到现在才也不透明啊。 所以说公开公正公平呢, 叫做好事无费人, 费人无好事嘛。 是吧? 世界卫生组织, 它应该叫世界政治组织。 它怎么是卫生组织呢? 它卫生组织, 你跟它政治, 掀户这么大干嘛? 你有这种问题, 你得搞专业人士。 现在我们找的是政治专业人士, 也就是政治家。 他政治家, 他自然有他的价值, 但你政治家, 你滥缠我什么, 你滥缠我。 你懂这个病不吗? 你懂这个病吗? 你得想想。 对不对? 初初还没毕业呢。 到现在, 滥缠我。 所以我就说, 17年以前, 我们的这个SAS, 当时主管人就是无疑副总理。 无疑这人素质相当的高, 是25个政治局委员中唯一的一个女性政治局委员。 人家大学毕业。 我跟他见过几次。 你怎么也得有一个明白人, 有一个有基础知识的人, 来负责这件事。 是啊。 那你初中还没毕业呢? 张口就是错别字。 你瞎掌握什么呢? 你瞎掌握。 你找同志们啊。 你有同志们, 同志们也有啊。 你像无疑这种好同志。 是不是? 这问题就在这儿呢。 反正你就也掩盖。 掩盖不成了, 你就开始这个忘记。 这叫一左右。 嗯, 好的。 这问题就是人祸。 是吧? 就是邓小平那句话, 中国社会的总病根, 就是权力过分的集中, 又得不到有效制约。 嗯。 他不就是集传吗? 因为我一代, 我们一代的讲嘛, 什么样的人呢? 人就是介乎于天使和魔鬼之间的, 两族纵物。 所谓人非圣贤, 熟能无故。 当时我记得, 胡认堂当这个主席的时候, 就有两个务必嘛。 务必要谦虚谨慎, 不骄不照。 那么现在我们这条既不谦虚, 也不谨慎, 又骄又放。 对不对? 就在这儿呢。 所以我们当时的意思就是说, 是这个, 现在解决非减的, 不是, 解决武汉的新型病毒的问题。 它不是科学技术问题啊, 它也不是什么, 有一个特效要素, 它不是这个问题, 它就是实时求是问题。 嗯, 好的。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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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正好, 我今天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民主能不能当饭吃。 很多反民主的人就拿这句话, 来读我们的嘴, 说你们老天天天的谈民主, 民主能当饭吃吗? 那我的回应是, 民主不能当饭吃, 但是没有民主, 这个, 独裁者跟你使你也得当饭吃, 这第一。 第二, 你问这个, 和这个相关的一句话, 就是说, 有人说, 这个, 说话, 能让人死人吗? 让人说话吧, 这是我们要强调言论自由的人这么讲的, 那现在有另外一句话, 不让说话, 就会死很多人, 这就是现实版, 就放在我们面前。 在1998年, 有一个经济学家, 霍罗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名字叫SUN, 他是哈佛的大师的教授, 他有一个主要的政治经济学上的一个结论, 就是,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 都发生在独裁的体制之下, 也许这个灾难的始发点, 不是这个独裁抵制, 但是独裁抵制, 的确是把人祸加进去, 扩大了他的一个灾难。 他用了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例子, 就是, 中国的三年的大饥荒, 在98年获奖以后, 实际上应该得到中国人的一个关注, 但是呢, 中国人没有充分的关注他的理论, 因为那时候中国正在起飞, 经济上迅速的发展, 就觉得, 哎呀, 独裁能办大事啊, 经济发展很快, 就忽略他的理论,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 他的理论非常非常的对, 那么, 在独裁体制下, 哪怕就是在过去的三十年的迅速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中国人欠了一笔账, 这个账呢, 叫环境账, 你看, SARS啊, 什么这个, 猪瘟呢, 去年的猪瘟, 今年的这个, 肺病, 肺炎的病毒, 和这个污染有很大的关系, 土污染, 水污染, 空气污染, 中国要还这个账, 这个账怎么欠的呢, 就是在独裁体制下欠的, 当这个欠的这个账爆发出危机, 这个灾难怎么扩大呢, 又是一个独裁的体制扩大的, 从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说民主是多么的可贵, 多么的需要, 现在在中国, 最发达, 最有效的体制是什么呢, 是维稳体制, 就是让你闭嘴, 不让你说任何不同的话, 而且没有任何的意义, 然后不能让你有任何的抗议, 不能喊出任何的冤情, 这么一个体制, 非常有效, 果断的措施, 封了八个医生的嘴, 多么果断呢, 非常有效, 但是, 当SARS发生以后, 刚才周老师讲了, 很多的人都在反思, 像周老师他们出了一本叫SARS, 警示录, 警示录, 就是说, 要告诉这个政府, 要建立一个公共管理应急的一个好的系统, 来处理这些事情, 包括信息的公开等等这些, 但是17年以后, 你发现, 没有任何进步, 所进步的东西什么呢, 就是维稳体制, 就是定义一尊, 在春节期间这两天, 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中国各省都在挖, 叫挖沟, 建墙, 这个什么, 建土围子, 市里也建, 县里也建, 村里也建, 整个这么强大的国家, 分崩离析, 在几天之内, 你就看出共产党的这个假的强大, 假的那种统一, 一下子这个形象坍塌, 反正这几天内呢, 没有任何官员负责, 没有个官员到村里去说, 你不能够挖沟啊, 你到这个省和省之间, 尤其和湖北省之间, 你不能挖沟啊, 没有人去管, 为什么没人去管呢? 定地一尊, 所有东西都得皇帝说了算, 所以这个体制是最坏的体制, 遇到这么大的灾难的时候, 你的英明就受到了检验, 你的伟光正就受到了检验, 你的伟大的领袖去哪了? 共产党的伟大光正确去哪里了? 这次都得到了一个检验。 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现象, 应该说是春节的假期啊, 马上就要过去, 那么大批的工人啊, 学生啊, 是否要返校, 是否要回去上班, 我们看到今天呢, 那么北京市宣布了呢, 再一次呢, 延长这个春节之后的, 上班日期到2月9号, 2月10号, 您感觉啊, 就是如果这种疫情状况, 虽然现在我们没有一个特效, 看到一种可控的一个程度啊, 如果这种疫情继续延续的话呢, 对于中国社会, 到底会长得多大的影响呢? 我觉得影响非常大, 因为在接近春节, 中国政府准备公开这个信息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已经知道是失控了, 已经现有的办法, 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疫情。 到这个疫情呢, 根据这个专家的这个专业这个知识, 说在温度提升上来以后, 也就是到了四五月份, 慢慢的会这个高峰过了, 会慢慢消失。 现在在中国, 基本上就是自生自灭的过程。 自生自灭的过程到了夏天的时候, 你会看到什么? 一个景象, 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 和老百姓那时候, 从这个惊恐中出来以后, 所暴露出的那个数字, 差别太大了。 老百姓要问责, 要抗议, 要要求辅血。 那么, 这个定义一尊的制度, 党内要反思。 在一个经济上, 这个副增长, 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那么, 这个, 我就说, 这个, 这次的这个疫情, 会带来两个极具副增长。 一个就是, 经济上副增长, 再加上, 习近平威望的副增长。 我希望, 包括共产党的, 有良心的, 要问责。 啊, 这个, 这个灾难, 啊, 是, 是由这个体制, 而且是最坏的一个专制体制, 就是定义一尊的专制体制, 所放大的。 这个必须是, 要反思, 要问责。 好的, 那我们再来听一听, 周肖正先生的看法。 周肖正先生, 应该说, 在这一次啊, 疫情人口隔离当中呢, 我们也注意到了, 有这种医务人员的禁职敬业啊, 但是也有呢, 对于武汉人的不公正的驱感啊, 对于感染者的这种无理封门啊, 更有这种大批民众呢, 口罩难求的这种无助。 您认为呢, 这样的一种灾难式的公共危机啊, 对于中国社会会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呢? 就是说, 从根上来讲啊, 他就, 错, 刚才我就讲, 邓小平讲, 总病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 又得不到有效制约。 这就是总病根啊, 他这次武汉, 他是一个病毒的一个病啊, 就是一个抗染病啊, 但是他在他的背后, 当然就是, 小平说的就是总病根嘛, 很多人到现在没有认识到, 他反着来, 一边我在微信上我就看见, 说这举国体制多好啊, 几百台发掘机啊, 几天之内弄一医院。 就到现在还有这个, 这种错误的认识。 所以我在前两天我就讲过一次, 就是我原来在中央党校讲课, 有一次我继续听众, 我讲两个人头, 然后那下边呢, 就有一个这个干部, 也是一个学者, 当然是部级干部, 他在中央党校讲, 我就坐后就听。 他讲的也挺好, 他岁数比我大, 级别当然比我高, 我没有什么级别, 我就是一个普通老师。 他讲了三个, 绝不要低估。 我再给大家重问一遍, 他就讲, 他说, 绝不要低估, 干部了, 共产党干部了, 参抚成都。 我来, 过来几天你一看, 他家伙, 这个参抚的干部, 光说, 出来了, 就是, 或者说抓起来的, 变明了, 就得有百万之多。 那家伙好, 你得一个参观, 就多了亿。 第二个, 他说, 绝不要低估, 广大老百姓的愚昧成都。 因为什么? 因为, 中国这老百姓, 他信息不得称哪, 他什么才不让你知道啊。 你, 天天跟你说, 包括这个, 举国体制好啊, 真好啊, 中国太好了, 美国不行啊, 美国, 带一条高速铁路, 他铁干不来呢。 你看我们, 三五年我们就铁路了, 我们拆迁, 你在美国你拆人家, 你试试。 在中国说拆就拆。 你知道, 第三个, 他们绝不要低估, 这些知识分子坐落成都。 他这三句话很色文。 我们在底下听, 当时好多干部, 我也坐到后头听了, 我一听, 这位老干部, 思想解放, 说实话。 不愧他是一个老干部, 当时好像他已经, 我, 我当时可能五个岁, 他有可能不记住了。 嗯。 所以说, 中国缺的就是这人, 缺的就是能够, 说实话的, 还得冒一定风险的人, 也就是说力量未攻, 缺的是这人, 他不是缺什么疫苗, 缺什么口罩, 什么缺, 缺病床, 那都是第二位的, 最缺的就是这种人, 我们叫民族的吉量。 他敢说什么? 而且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回也一样, 所以我就说, 这次有八个医生, 人家说了点实话, 给人家, 吃下压力了, 咱不见得抓紧。 这不是有人说嘛, 也没判刑, 也没罚钱, 你给人吃下压力了。 你也知道在体制内, 你也混得不错。 对的, 你由于你说了几句实话, 就给你吃下压力。 现在这个, 不让你说话的这个事儿, 越来越烈, 大大的倒退。 所以我有一句话, 他不是左派, 他也不是正派, 他就是反送派, 我告诉你。 反送, 你想想, 现在你进言, 马上就灭口了, 现在包括这微信, 你们谁不信, 你们打个微信看看, 随便给你封。 周小郑先生, 我得看到这两天, 网络上有这样一个, 比较舆论集中关注的问题, 就是大家如果回顾一下, 短短几天之前, 习近平在春节团拜会上, 只字没有提到武汉疫情的问题, 对于最初疫情的所谓重要指示, 新华社发布的重要指示, 也是要要求做好舆论的引导工作, 坚定的维护大局稳定。 但是习近平最近宣称, 自己是在一直亲自指挥, 一直是在亲自部署。 您认为啊, 谁应该为这今天的局面啊, 负主要责任呢? 当然是习近平啊, 他用说嘛, 这个逻辑问题啊, 你权力越大, 你的责任就越大, 你是一把手, 这国家干好了, 你的功劳一把, 第一, 你就功劳, 这国家出了大事了, 第一是责任, 当然就是一把手啊, 咱又问嘛, 只要你有正常思维, 这就是一个结论。 所以我们一再说嘛, 但是习近平的问题呢, 他不完全是他自个的问题。 他比如小五岁, 小六岁, 我高三, 他初一, 或者是六年级, 我们都赶上文化大革命了, 我俩没有毛统, 学校不办了, 我全在红农村去了, 对不对, 我是到了黑农江, 北达荒, 他是到了这个河北农村, 还是山西还是哪, 他也到农村了, 我插队, 我在农村务农将近八年, 他好像是六七年, 对不对, 所以我一再说, 你不能怪他呀, 我们都是一代人啊, 我们都叫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 所以我们非常理解他呀, 所以你过着指责他个人有什么意思啊, 你得看他有背, 有这个背景, 所以我在前几年, 不是前, 我在前几个月, 我就跟那个明镜片上还做节目, 就跟他讲, 我说我愿意给他补课, 他的基础知识有严重漏洞, 你想呀, 比如说关于医学的知识, 关于公共卫生的知识, 他哪有啊, 但是你得补上, 因为你权力太大的, 因为你是一把手啊, 所以我就说我们这些人, 包括一下杨建立, 杨建立也是个博士, 而且杨建立俩博士人家, 是吧, 那么这些, 这个有知识的人应该给他讲一讲吧, 所以我们要与人离善, 我们要批评他, 我们当然要批评他了, 他自己也要批评自己, 所以我们的一个, 我们有几个那个所谓的老朋友, 在北京, 就跟我同话就说了, 说在古代, 如果你是天子, 那么天子如果出事了, 比如有灾, 有大灾等等, 那么这个天子皇上, 他要下罪底诏, 这个罪底诏呢, 当然是一个老词, 用咱们现在词, 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 所以说习近平同志, 他是共产党员, 他是共产党的总书记, 他当然要自我批评了, 毛宗, 我这个五八五九, 他六零, 他遮挡, 饿死好多人, 他不是在北京开过七千人大会吗, 据说毛宗站起来, 像大伙儿, 是敬礼啊, 还是怎么样啊, 就是希望大伙儿能原谅他, 他也做个表态啊, 你习近平, 你与时俱进呢, 你也得表态, 比如说三日, 今年三月有可能开人民代表大会, 在人民代表大会上, 你习近平就要做检讨, 君子坦当当吗, 是不是, 人家劳动还做检讨呢, 你们想想, 你做反思的检讨, 是吧, 你不要继续的犯错误, 人是唯一可以犯错误的动物, 这个叫人非圣田熟能无故, 但你犯了错误, 你就得检讨啊, 你这改进呢, 就到现在, 你还在封这个舆论, 封这个信息, 不相关了, 你再封, 再封就出大事了, 所以有人说, 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后见人就讲, 民主能不能当贩子, 他说废话, 民主和他当犯事, 什么当犯事, 太荒唐了, 你连这知识你都不知道, 我应该说, 人他不是天使, 也不是魔鬼嘛, 他人家会犯错误嘛, 民主的意思就是可以修正错误, 甚至可以百价证明, 叫坚听责明, 你不是说原来我们就不知道, 这个病毒奢侈56度, 基本就灭活了, 所以现在有人就提出来, 好像我昨天看见的, 有一个专家提出一种见解, 说口罩是第二位的, 第一位是洗澡, 让大家回家洗热水澡, 等着, 别折腾, 男人别去, 在家里等着, 完成之后, 熬到了所谓的这个季节, 变成了春夏季节了, 到了夏季节, 他病毒都没了, 是吧, 这就是一个, 十些年以前的, 一个证明是没东西。 好的, 杨洁理先生您怎么看, 习近平既然是一人在, 一直在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能不能为现在的局面负责呢? 首先呢, 就是说, 他要负责任, 是肯定的, 他的负责任, 不仅仅是为了这一次的疫情, 怎么防止, 他的指挥责任, 他的部署责任, 他领导责任, 更重要的, 就是他当政以后, 把中国刚刚开始发育, 还不强大的公民社会, 全部给消灭殆尽, 我们知道, 一个国家, 对于这个危机事件, 尤其是这么庞大的, 这个群体性的危机事件, 进行处理的时候, 他需要各方面的配合, 首先是政府, 然后呢, 是专业队伍, 比如说这次, 就是医疗方面的专业队伍, 第三, 公民社会, 第四, 是个人, 那公民社会是什么呢? 是平时人和人之间, 这个在政府以外, 关心公共事务, 处理公共事务的, 这个民间团, 这个机构和团体, 在中国不存在, 所以, 当人民怪罪, 中国的老百姓, 遇到情况, 开始挖土围子, 然后不互相关心, 那, 我们问你, 他怎么关心? 如果他今天有爱心, 怎么能够把他爱心送到, 应该有的, 应该需要这个, 他的帮助的人的手中, 他没有这个中间的机制啊, 只有通过政府, 政府又是这么糟糕, 他没有办法, 所以, 这个公民社会被习近平给消灭在尽, 他要为此负责的, 那, 另外一个, 我们注意一个现象是什么呢? 这次成立防疫领导小组的当天, 没有宣布谁是组长, 当时我看这个新闻, 我还觉得很奇怪, 我说, 习近平肯定得当这个组长, 当了那么多组长, 为什么这个组长不当了呢? 过了第二天才宣布是李克强, 这里边就说明什么, 双方都在计算和犹豫, 李克强要不要接这个组长, 他知道, 已经没法控制了, 他要不接这个组长, 肯定要为此负责, 那也许有奇迹, 他做出一些, 最让大家感到威望身高的, 那么一些事情, 那他觉得可能又会引起皇帝的忌惮, 对于李克强来讲, 又是机会, 又是一种风险, 他要不要接, 他肯定犹豫, 习近平也犹豫, 我要不要放权, 放权, 当然这个不可控制的疫情, 可能就要让李克强来负这个责任了, 但是如果李克强在做的过程中, 这个建立了这个威望怎么办, 所以他都两人我认为在做政治计算, 那么李克强去了武汉, 在武汉的表现可以说是一般, 乏善可成, 但是中国的老百姓就这么可怜, 国家领导人来了, 他就很感激, 李克强的威望在升高, 习近平就感到大, 大为不悦, 所以才有了一个, 我一直亲自指挥, 我一直亲自部署, 在这种情况下, 仍然表现出来, 我的定一尊的这个地位不能被撼动, 所以这就能看出他这种, 心态, 什么叫定一尊, 定一尊就是把14亿人的命, 悬于一个独裁者的一人之上, 这太危险了, 就像盲人骑虾马, 比这个还要危险啊, 所以呢, 所谓的你的英明, 所有你的伟大, 所有的中国模式, 所有的这个共产党的强大, 所有的是国家统一, 都在一个小小的病毒面前, 坍塌了, 坍塌了, 当然老百姓受了最大的这个害, 但是过后, 能不能反思, 能不能中国能不能进步, 实际上是每一个的责任, 包括我们这些老百姓, 包括共产党类的人, 包括国际社会, 能不能让中国在这次国难, 民苦灾难之后, 有一点点进步, 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 那恐怕, 我觉得中国的灾难也足够多了, 还要什么样的灾难呢? 让中国进步呢, 我非常的这个期待, 有这样的机会。 那么周小正先生, 我们知道啊, 截至现在为止呢, 那么我们没有看到啊, 有效啊, 控制疫情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或者这样一个一个阶段啊, 那么春节假期过后, 如果疫情啊, 持续再继续爆发的话, 您认为中南海出现这种政治动荡的风险啊, 有多大呢? 我们不太愿意分析中南海的政治的动向, 因为我们不是政治动物, 那我们都关心政治, 比如我, 我肯定关心政治, 但我不过签关心政治, 为什么? 信息不得签, 我不知道他们这个人事啊, 什么这个权力啊, 什么的调整, 我不知道, 我也不关心, 那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在这儿瞎开什么呀? 所以我们在海外, 有一些人就喜欢关心这事, 分析这个, 分析这个, 那是政治, 我不是政治, 但是我关心政治, 我不搞政治, 我搞什么, 我搞教育, 对吧? 所以我就, 我有这个机会, 我就要, 说说我们在17年以前, 我们得到一些知识, 比如我给大家讲一个最重要的一思路, 就是人, 跟这个病毒, 它是一个共生的关系, 特别是我们中医, 中医不是对抗治疗, 中医叫辩证实质, 叫同病抑制, 异病同治, 所以中医从来不要模范, 为什么? 说因为这次, 这个武汉这个事, 就是因为有一种东西, 这种东西叫新型的冠状病毒, 这种人就不对, 是吗? 那病毒在地球上, 存在40几年了, 而且还有人们抗病毒, 还不能想抗生素, 他得有抗治, 抗治疗来的, 有些人, 他就是, 可以抗这个病毒, 因为大家都是, 我们自己上去死过, 比如一半人, 那我要问你, 死一半人, 还有一半怎么就不死啊? 所以说, 这个隔离, 适当的隔离是对的, 但是严格的这种隔离, 这就以人为户, 这就不道德, 你知道吧? 实际上, 有些人, 比如说得了这冠状病毒, 他没死, 他就好了, 好了之后呢, 他的血里头, 就有所谓天然的抗治, 那你把他这天然的抗治, 你给他, 这个, 抽一点血, 你给他再给他, 注入到健门身, 他就等于有疫苗了, 有人说, 你等疫苗, 你等这些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头, 大概得需要半年, 是什么一年, 像艾滋病, 艾滋病的疫苗, 现在还没出来呢, 好的, 你等他, 好多人就死了, 你那不要让他, 天然的这个发挥作用, 好的, 天行见, 君子当自强不息, 是这个意思, 谢谢, 所以你都给他, 有些人, 一会我周围, 比如有些带病毒呢, 或者带病毒呢, 对不对, 那我可能就有一点, 那有一点不要紧, 他们就激活了我这个种, 就是我们家这个种子, 抗治, 他就有了, 他有了之后呢, 我们也可能有了个体, 个别个体他死了, 有些他就没死了, 那没死之后, 他就可以做空线了, 有那个, 在17年前的非减, 有人就说嘛, 说如果你得了非减, 你没有死, 你的那个血液, 就比那黄金还得贵, 为什么你那血液, 它带有天然的抗体, 那这种思路, 是你得必须得百家, 这么明白啊, 首先你不用闭嘴啊, 对不对, 一个人你能治多少啊, 对不对, 咱每人都是一样, 我每人治都非常有限的, 但是呢, 你就得疑似广义啊, 疑似广义那不是就是民主吗, 比人家说惯了, 现在的问题在这儿呢, 到今天, 他还送你走着, 他觉得这不好, 他就不让你说了, 比如你的微信, 就你关了, 你凭什么你关的你, 你有那眼力吗, 你这什么叫好, 什么叫坏吗, 所以为什么说挑逼那句话, 还是强调这句话, 中国社会的总病根, 就是权力过分的集中, 又得不到有效制约, 民主当然要当贊事了, 民主当贊事, 民主当贊事, 和民主当健康, 他又说不着了, 他翻过头来说, 得集团, 都集中到一个, 一个人在身上, 荒唐荒诞, 荒没有荒芜嘛, 这都常是问题, 所以为什么我老说, 我作为老师, 我要给他们补补课, 补补课, 基础知识, 好的, 除了科学技术的基础知识, 还有政治方面的基础知识, 包括社会学的基础知识, 好的, 那么周焦正先生应该说, 也确实像普通人一样, 我们都非常关注, 是否目前针对武汉肺炎, 有没有抗体疫苗, 这样的一些现象, 我们从中国网络舆论披露的消息, 可以了解到, 一些似乎部分已经痊愈的病人, 在最近又重新在染病, 所以是否能够身体内部产生抗体, 也值得关注, 那么时间的关系, 杨经理先生我想请问, 在这位人民领袖的亲自部署之下, 您对中国春节过后的疫情控制发展, 是否乐观? 非常不乐观, 因为现在人民对政府不信任, 而这个网上发的很多的信息也不可信, 现在没有一个可靠的信息源, 包括刚才哪种药可以用, 哪种这个方式是最好的方式, 没有一个可靠的信息源, 这个是个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对未来这几个月的防疫啊, 非常的不乐观。 好的, 那么感谢两位嘉宾的点评, 我们也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 欢迎您继续通过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以及我们在Facebook脸书, 推特和YouTube上建立的专门频道, 观看自由亚洲电台的其他节目, 并且予以转发点赞。 中国热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何秦,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Facebook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法国军队隔离190名海员 规模实无前例 世界最大的钢铁集团 法国公司宣布准备好复工 行业警告如果拖延迟时不复工 将导致法国工业陷入危险 中国向外输送国际联合防疫物资 但是在送给亚美尼亚的医疗物资外包装上 写着把土耳其和亚美尼亚有争议的亚拉拉特身 当成了中国和亚美尼亚有意的象征 引发土耳其的不满 暴力撕咬中国护士面部至广东反感 中国涉嫌虐待非洲人的后续 中国外交部承诺改善工作方式 石油出出国组织以及其合作伙伴达成 史上最大坚产协议 接下来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新型冠状病毒的大流行 已经在全世界造成至少11万2510人死亡 193个国家和地区已经诊断出了182万4950多例感染病例 而无论是从累计死亡人数还是累计确诊人数来看 美国都已经成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 截至目前美国经历已经统计到了54万6874病例 2万1489人的死亡 而法国方面总统马克龙将在4月13号星期一的晚上20点02分 就法国国内疫情走势 与特殊时期政策发表重要的讲话 12日星期间他的多名进线人士通过多家法国媒体表示 总统正在考虑把法国境内的封城限组令至少延长到5月10号 对此总统傅艾利社公还没有表态 根据法新社法国的世界报西部报 信息签报以及20分钟报等媒体 马克龙的一名顾问称总统这次宣布延长限制令 最起码要在4月15号的基础之上再延长一个月 其他的进线人士表示总统还在考虑把延长限制令至少到5月底 这也是有可能的至少要等5月8号到10号之间的联休假期过去才会解封 马克龙决定的日子将足够遥远让人们明白还有多少努力要做 但是也会足够近让法国人看到疫情之后的曙光 而解封也不会是全集成全部地区一起解封 而将会是一个非常逐渐的过渡 学校也非常有可能要等到9月底才能开学 学校和商铺不可能立即开放 人们不可能立刻回到正常的生活轨套山 截至目前法国全新的医院当中统计到的单日新增死亡人数继续下降为310人 加上养老院等数据单日死亡人数总计到是561人 累计死亡逼近14400人 累计确诊感染逼近10万人 目前仍在住院者数量超过3万 病性严重的人数量是6845人 重病者人数连去第四天下降 但是降幅非常的轻微 返航在4月11日星期六从刚果共和国的撤侨任务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 飞机从刚果共和国的黑脚机场爆发了枪击 飞机受损 但是乘客与机组成员并没有出现危险 返航公司方面在一份公告当中指出 星期六的晚上这架空客A330飞机在请机品上受到了枪击 机身受到损害 当时没有乘务人员或者乘客在飞机上 飞机处于侵靠状态 目前返航的安全与空运监督小组负责监控这架飞机 公司也提交了一份申诉书 在其要求之下 当地政府已经开始调查事件的起因 法新社引述一名希望保持命名的消息人士的话 称枪击事件很有可能是因为 法国的对外安全局的一名员工和他的赏赐之间产生了补目 这名员工在酒精上头的情况下开了枪 他使用的是一把卡拉石枪子弹朝空中飞起 击中了飞机 但这一消息还没有得到任何方面的确认 这架飞机原定是在本周日 从干口共和国当地时间10点起飞 现在起飞时间被推迟了24个小时 以便流出时间让积换飞机从巴黎解达黑脚机场 积换的飞机是一架波音的777220 乘客已经受到了提示 得到照顾 法航对此时表达歉意 承诺保证乘客与机组成员的安全是公司的首条任务 干口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恰克索 就此时向法国的外交部长诺德里昂表示了歉意与遗憾 并与法国驻干口共和国的大使进行了交流 同样是在法国 集中海海事局在4月12号星期天下午表示 法国的军队已经进行规模堪称 是有无潜力的核动力航母 在高楼号上的海员下船 进行健康卫生隔离的行动 目前共有190名海员在土轮市接受隔离工作 集中海海事局发言人克里斯经理部表示 重型物流下船行动已经开始 公交车和其他交通工具将按分钟来计算 目标是确保海员不互相接触 减少病毒传播的风险 截至目前没有出现重症 50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所有人都会接受检测 包括戴高乐航母上服役的 约1700名海员 以及超过200名随行舰队上的成员 隔离72个星期 家人也没有全力探视 这座位于巴尔的军事基地 在隔离上述海员的同时 法国军队还纠定从下个星期二开始 对所有飞行器和建筑物进行消毒处理 反国的戴高乐航母 从今年1月21号起参加国际反恐的活动 提前返航的消息在盛州三发布 线上新冠病毒感染的源头还没有查出 在3月15号与布列斯特洛进行短散操案之后 就再没有和外界有过接触 操案的时间与海员出现症状之间 隔三个星期 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集团安塞尔米塔尔 法国公司总裁菲利普达尔玛严 在4月12号通过媒体表示 钢铁工业已经准备好复工 菲利普达尔玛严同时也是 法国钢铁生产职业联合会的主席 赶联合会覆盖了法国4万2000家企业 罕在的员工数量达到了15万人 他在4月12号星期天 刊发在巴黎人报上的报道中 做了上述表态 同时呼吁法国政府了解 并认同各个行业 尤其是工业的必要性 允许这些工业领域复工 达尔玛严表示 24天的现足政策之后 法国工业情况令人极度贪忧 汽车生产减少80% 行间几乎全部暂停 冶金工业也减少了80% 包括中小企业在内 基本整个行业都在靠财政拨款来低撑 这并不是长久之际 否则很快就会面临一系列倒闭的浪潮 法国国家与国民日常生活 所需要的产品都离不开工业之早 用纸 塑料 仪器 均离不开工业 法尔玛严的上述观点 遭到了众多法国工会的反对 本周五 凤田汽车向各大工会提交 4月21号 在法国北部瓦兰西亚时复工的决定 遭到了法国总工会的反对 其他工会预计在下个星期二早间表态 如果通过的话 将会是法国汽车领域的第一次复工 对于法国钢铁生产领域复工 这起日期 菲利布达尔玛严认为 一切都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决定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那就是如今我们了解了 怎样才能安全生产 已经准备好回到工作岗位 安全卫生条件将会是无可指摘的 当然马严认为 自从法国进入封锁停滞状态 我们与各大工会商讨 如何在保障安全卫生的情况下工作 已经研究并起草了 各大工厂安全复工的所需条件 正是通过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对话 如今请知道怎样防范 这一个共同的敌人病毒 具体的措施包括减少工作 时长从八小时减到六小时 留出充分的时间 给每一个部门进行彻底消毒 再无法保证安全的员工之间 距离一米的公司 需要戴口罩来上班 中国先为输送国际联合防疫物资 但是在送给亚美尼亚的 医疗物资外包装的文字口号当中 把土耳其和亚美尼亚 有争议的亚伽拉特声 写成了中国与亚美尼亚的友谊象征 引发了土耳其的不满 以上是相关的小细报道 亚伽拉特山位于土耳其 东北边界靠近亚美尼亚和伊朗 为土耳其最高峰 由海拔5137和5165公尺的 两座高峰组成 土耳其称之为阿勒山 中国于最八日送抵亚美尼亚的 医疗用品 纸箱上用英文写着 愿我们的友谊抵亚拉特山高 抵长江水长 这让与亚美尼亚存在严重争端的土耳其 社会引发不满 在社群媒体上发较多日 中央社转引安纳杜鲁新闻社 12日的报道 土耳其外交部发言员要求中国就此澄清 中国驻土耳其的大使邓利一方面表示 就此进行调查后会将结果转达土耳其 又说中方只在纸箱写着中文 内容没有提到阿勒山 英文内容是后来被人加上的 中国完全尊重土耳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不过有土耳其媒体报道 中方关于英文内容后来加上的说法是谎言 报道上传货物在机场借货时的画面指出 令人反感的文字在中国装货时就已经印好 土耳其与亚美尼亚的历史恩怨 始于第一次世大战期间即战后历史 亚拉拉特山地区多次遭到隔让占领 曾隶属于包括亚美尼亚在内的不同国家 1923年苏联与土耳其签订条约将亚拉拉特山 划给土耳其 但许多亚美尼亚人仍然认为此山为其所有 亚拉拉特山也因发现圣经中诺亚方舟的遗迹而闻名 亚美尼亚国徽正中央即会有诺亚方舟停在亚拉拉特山的山顶 就在广州市非洲多国公民通过国际媒体讲述 其在中国建立遭受的新冠病毒歧视性遭遇 引发中国与非洲多国外交紧张情绪之际 中国在4月12号星期天否认了所有有关种族主题的指扣 并承诺改善解决的非洲公民的方式与方法 4月初广州市的5名女日利亚公民在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之后 暴力拒绝接受隔离 其中一名47岁的女日利亚公民甚至殴打 并撕咬一名中国年薪女护士的脸部 外名护士随后鉴定为情侣伤 其面部脖子和腰部都出现了损伤 系列事件引发了对暴力拒绝隔离的确诊感染者的极大不满 不满者认为广州市的政府宽纵外籍公民 要求对暴力者严惩无论国籍 广州市的警方表示 此人正在警方监管之下接受隔离治疗 在其治疗结束警方将一级对其采取行事强制措施 并依据中国的传染病防治法刑法 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等法律的法规 坚决依法严肃处理 法新社在4月12号的相关报道当中 提到了上述相关犯罪者试图逃脱隔离 但是并没有提到其暴力伤人事件 由于出现上述问题 广州市出现对更多更广泛的外籍 尤其是非洲公民的反感 网络语言暴力伴随着真实生活当中出现的厌恶 多名在广州市工作生活的非洲人 近期对法新社表达了不满情绪 具体原因是在当地 他们不被允许进入一些商店 遭受着随机线的驱逐 从租房当中被赶出来 酒店入住也跟得很困难 甚至还有一些人表示自己被迫睡在大街上 除了尼日利亚加纳等非洲国家 非洲联盟也统一在前一天表达了严重关切 并呼吁中国政府立即作出改正 美国方面则谴责中国出现了政府行为的仇外形象 星期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中非是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 中国政府在疫情防空过程当中 重视保障外国在华人员的生命健康安全 对所有外国在华人员以示同仁 反正任何针对特定人群的差异性做法 对歧视性言行理应重任 他表示疫情爆发以来 广东高度重视对包括非洲籍人士在内的 所有外籍人士确诊病例救治工作 制定专门方案 做出了妥善安置成功救治了一些非洲籍 危重病例最大限度保障了他们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赵立坚还表示针对当前一些非洲人的关切 广多方面高度重视迅速进行梳理排查 加紧改善完善工作的方式 包括按照无差别对待的原则 落实各项健康管理服务 指定专门的酒店提供需要进行医学观察的外国人入住 适当减免经济困难人员的住宿费用 同外国驻广州总领馆建立有效沟通机制 坚决反对任何种族主义歧视性能言论等等 4月12日星期天石油树都国组织 欧佩克以及其合作伙伴就有史以来最大的减产协议达成了共识 希望在冠状病毒大流行及俄罗斯和沙特紧张局势当中推高油价 沙特能源部长在特特上表示 5月份将开始减产 科威克方面也确认从5月1号开始 欧佩克家的成员国石油日产量会减少近1000万桶 美国总统孙朗普在特特上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协议 这将拯救美国能源部门数十万个工作岗位 要感谢并祝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沙特阿拉伯的国王萨勒曼 石油输出国组织本周日恢复视频会议 此前沙特俄罗斯开启了价格战争之后重启对话 双方都没有了解新冠病毒传播的迅猛程度 现阶段虽然已经达成协议 但是有分析认为5月和6月每天减产 将防止价格陷入深渊 但是仍然无法恢复市场的平衡 感谢收听我们马上回来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 接下来是今天的要闻分析 由肖曼转播 听众朋友 据官方报道 中国4月11日新增97个新冠肺炎境外输入病例 创下单日新高 因此中国国家卫健委发言人表示 为防范境外输入风险增大 中国各地要做好较长时间 因应境外输入疫情的工作准备 也许具体来说 中国大陆当下防堵的主要对象 一是在俄罗斯的中国商人回国 二是在广州长期经商的非洲人 港媒报道 境外遗数病例已经空陷中国的27个省市 目前让中国最担心的是 从俄罗斯远东地区蜂拥回国的中国公民 因为俄罗斯11日新增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多达2186例 创下单日新高 累计的确诊病例 则高达15770例 目前中国已经出现 约300例来自俄罗斯的移入确诊病例 为防堵在俄罗斯的中国公民 争相回国带来疫情风险 中国驻海深海的总领事馆 12日晚接连在官网发文 强烈提醒在俄罗斯的中国公民 切勿听信谣言 贸然绕经俄罗斯远东地区 尝试闯关回国 该公告说 有少数华商透过微信群朋友圈散布谣言 鼓动在俄罗斯 尤其是莫斯科的中国公民 13日起前往俄罗斯的滨海滨江区 经随分和口岸回国 这些谣言 更鼓励中国公民届时要硬闯海关 闯不过去就在海参崴住下来 然而黑龙江省政府已宣布 随分和口岸 13日后继续关闭 而与俄罗斯滨海滨江区 接壤的另两个口岸 也早已关闭 中国驻海申来 总领事馆公告还提醒 硬闯海关是违法行为 据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甚至刑事责任 为此领事馆强烈提醒 相关中国公民充分考虑上述因素 及严重后果 切勿尝试经由随分和 等陆路口岸回国 切勿贸然前往滨海边疆区 这在俄罗斯经商的中国人 为躲避疫情回国不受欢迎之时 已在中国广州市内长期居住的一些非洲侨民 也发出不满之声 原因是在中国加紧防堵肺炎境外移入病例的大背景下 广州的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侨民被发现 与群聚感染病例相关后 遭到当地居民与防疫官员涉嫌歧视对待 有非洲侨民向法新社表示 他们从住处被强制赶出 要入住旅馆和饭店也遭到拒绝 有人因此在桥下睡了四天不能回家 广州官方消息证实 截至9日当地已经有114起境外移入病例 其中16名病患是非洲人 其余则是海外归国的中国公民 非洲病人虽然不多 但已经导致非洲人在广州成为被怀疑 不信任与歧视的目标 广州当局称 至少有8名确诊民众曾呆过 有小非洲之称的广州月秀区 其中5人是尼日利亚人 报导指他们违反强制隔离规定 到过8家餐厅和其他公共场所 连累近2000人必须接受检测或者隔离 因此瞬间引发了众怒 广州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12日表示 外国人拒不配合防疫措施者 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罚 而且可以要求违法者限期离境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希望所有在广东的外国人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 积极配合防疫工作 维护好自身及他人的健康安全 非议人士在广州受歧视的信息还在发酵之中 有影片显示 有数名广州警察当街盘查 非议人士因语言沟通问题发生中止 这几名警察便当场将非议人士反手 绑住并压地制服 CNN记者日前进行查证 一连打电话向广州12家旅社订房 并表明是非议客人要住 其中多达10家回复说 本店不开放外国客人入住 从1990年代起 广州就成为非议人士 前往中国经商的集中地 逐渐发展成中国非议人口最多的城市 官方统计截至2017年 广州的非议移民人数约有1.5万人 但加上未列入统计的短期商务签证者 和非法滞留者人数远高于此 而在同年 经广州出入境的非议旅客 就多达32万人次 听懂我 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 由肖曼编波 感谢肉爱的技术合作 也感谢各位收听 其实来是今天的法国世界报专题 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 各位听众 尽管法国新冠病毒疫情形势依然紧张 但已经实行居家防疫措施近四周之际 周末晚法国世界报突出这次疫情重创 对疫情后政治经济与社会政策制定可能的影响 介绍世界各地不同国家应对疫情的策略 关于中国该报总结了武汉经验 也刊登该报联合驻非洲各地记者完成的调查 探讨新冠疫情如何成为中国在非洲扩展软实力的机会 新冠疫情目前在中国得到控制 中国开始向世界展示其成功经验 并高调宣传各种对外援助行动 世界报记者 Frederic Doban和Glouin联合该报驻非洲各地特约记者 共同发表长篇调查文章 新冠病毒北京向非洲宣传卵实力的载体 缺少足够基础设施的非洲如何应对新冠疫情袭击 极为引人关注 刚刚走出疫情的中国通过各种不同方式向非洲各国提供帮助 非洲疾病防控中心负责人向世界报表示 中国这些行动受到非洲各国的欢迎 这种支持至关重要 世界报就自写道 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中国利用新冠病毒展现自己是关心非洲的合作伙伴 这是一项整体战略的一部分 这项战略让软实力与获得资源 或者挑战西方影响的战略目标相伴而行 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 公共卫生都已经纳入了中国希望在全球铺展的 新资筹之路常议 中国在非洲医疗卫生体系的工作虽然并非始于今日 但爱波拉疫情表明经济起飞给中国带来了更大的行动能力 这篇文章指出 疫情初期中国国内形势严峻 其国际形象蒙上阴影 中国驻非洲各地的外交官的使命就是杜绝任何对可能的中国危险的怀疑 这种策略好像最终见效 随着武汉疫情逐渐得到控制 非洲各地对中国人的怀疑开始转变成对欧洲人的排斥 怀疑欧洲人正把病毒带入非洲 这种认知转变让中国得以从一种防守态势转为更为政治化的攻势 集中宣传中国治理模式 中国驻马里大使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就表示 中国的力量所在是中国共产党及政府的有力领导 是民众的纪律性和牺牲精神 世界报文章就此写道 这些外交官对非洲各国媒体的各种访谈的一个基调就是 中国之所以在西方受到批评 是因为西方看不管中国模式的效力 这篇文章特别强调 中国在其对外公关行动中保持一定的谨慎 会借他人之口来宣传自己 埃塞俄比亚在这项中国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 埃塞俄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战略伙伴之一 2017年中国支持埃塞俄比亚前卫生部长谭德塞 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马云援助非洲的物资通过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运往非洲各地 而且埃塞俄比亚外交官也积极参与 3月31日 马云捐赠给科特迪瓦的物资 由埃塞俄比亚驻科特迪瓦大使去机场迎接 然后转交给科特迪瓦巴斯德研究院的负责人 这种礼宾程序可以说是很少见 中国为其捐赠物资组织各式各样的仪式 塑造中国积极为非洲排油解难的形象 非洲各国不太理会各种对中国政府对疫情起源应负责任的质疑 不过救援物资解封开箱之后 不合格产品 难以使用的检测仪 再加上当地精英可能挪用物资等问题 开始引发一些疑问 一名驻卡迈龙的欧洲外交官向世界报表示 中国援助的媒体宣传与中国在当地医疗机制中的实际行动之间有些距离 另外中国外交官每每对任何涉及中国在非洲强民的消息 即时做出反应也开始引发不满 这篇文章还指出中国在非洲面对的另一个难题是债务 中国在非洲大陆发放的借贷款项高达1450亿美元 其中80亿美元应当在2020年偿还 希望中国取消或调整债务的压力无疑会逐渐增强 加纳财政部长4月6日就表示 考虑到新冠疫情引发的危机 中国应当做出更多努力 中国的非洲战略是否会引发非洲地缘战略格局重组呢 世界报这篇文章指出 法国已经意识到有必要对中国的内力攻势做出回应 法国已经和欧盟行动起来 向非洲输送技术和资金支持 布鲁塞尔4月8日宣布向非洲大陆提供32亿5000万欧元的款项 但在这场争夺影响力的战斗中 心理因素常常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中国问题研究员 切黑背后指出 中国援助整体来说数量并不大 但在叙事方面非常重要 而美国和欧洲常年不曾调整他们的论述 完全不知道如何宣传他们的行动 世界报文章认为 新冠疫情之后 非洲大陆的地缘政治竞争将主要在叙事领域展开 实际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是今天的曼国专人 一起来收听 听众朋友 随着新冠病毒疫情横扫全球 经济损失或将导致社会动荡的隐忧 令世界各国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考验 军事力量强大的美国因官兵感染病毒而受到质疑 日本智库指出中国出现在西太平洋扩张军力的趋势 美国航空母舰官兵感染新冠肺炎交袭外传后 零起统计在过去一周内 大约有2000名美军官兵感染新冠肺炎病毒 美国国防部罕见声称只对外界提供出略的防疫数字 以免被敌对势力加以利用 东南亚媒体援引华盛顿消息称 最先爆出感染疫情的美军航空母舰罗斯福号 目前被迫停拨关倒 4800名官兵全部接受检测 其中3673人检测结果呈应尽 确诊病例增加到550例 重症者迅速撤离船舰 轻症者可留舰隔离 直到恢复健康状态 与此同时另一艘美国航空母舰雷根号同样传出感染疫情 目前被迫停靠日本横须港进行交毒防疫 罗斯福号与雷根号是美国部署在西太平洋海域的重要军事力量 对比之下 同一地区大国中国和俄罗斯尚未传出军人感染新冠肺炎的消息 无论如何 美国现役航空母舰以及多处军事基地陆续爆出感染病例 这给美国军力可震慑全球的美国军事主张带来极大挑战 美军国防部官员日前指责有关美国军事能力受挫的质疑 来自俄罗斯制造的假消息 同时宣称美军的战斗力无庸置疑 各艘航空母舰预备机队随时可以启动 在美军战斗力受到公众质疑的同时 日本方面认为中国呈现在西太平洋扩张军力的趋势 日本防卫省最新公布2020东亚战略盖棺指出 随着中国与基里巴斯、巴布亚、金几内亚、北济等西太平洋岛国建立关系 进而提供大量经济援助加以巩固 呈现出未来在西太平洋扩张影响力的趋势 该战略分析报告指出 一旦中国跟现与台湾保持邦交的搏流建立外交关系 届时形同突破了第二岛链 获得在西太平洋开展军事行动的通行证 届时中国的另一战略选项 适时美军基地关岛伏被受制 同一份战略报告还指出 未来北韩还将以研发核武作为其重要的国防与外交战略手段 此外预测在2019年8月 美俄废除中程核导弹条约以后 东亚地区可能出现核武军备竞在 除了安全因素外 世界各国既担心新冠肺炎疫情获散 又唯恐巨大经济损失 导致国内社会动荡 泰国学者认为经济方面长期蒙受负面影响的趋势已不可逆 建议政府多方借鉴外国经验 鼓励国民改变等待疫情结束的成就思维 主动建立由危机变成转机的应变模式 譬如美国国会正在讨论全民疫苗和增加社保补助金等议案 致在缩减社会贫富差距 缓解民间动荡等问题 企业方面 比如中国阿里巴巴集团建立企业联盟 寻求劳动力转移的做法 将过去通过裁员保企业的主旨 转化为透过企业整合保就业 包括大多数公司由实体店向电商集体转变的商业模式等 通过促进有效应变 避免大量劳工失业未来造成更大的社会动荡 不久前 泰国金融人士还针对美国正在讨论的虚拟数字美元或加密货币的构想提出质疑 基于尚且劝切未来如何进行管理的透明度 多数意见认为 新的数字美元或加密货币 或将引发半个世纪以来重大的金融重整风暴 美国中情局前财务顾问吉姆·里卡斯 曾经撰文提醒人们为世界货币重整 做出准备 指出全球金融体系的重新整合 曾经发生在1914年、1939年和1971年 几乎每30到40年进行一次重新整合 迄今已经过去了50多年 此次新冠肺炎病毒导致当今世界在多层次多方面发生格局性改变 金融领域的重整是否到来 令各方忐忑一待 曼谷江峰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 演奏